音樂 其實在耶誠呢 我們是成立在1997年那一年 但真正就是1998年呢 我就接了那個負責人 2003年每一戰爭 發生之後呢 我們雖然有在邊境照顧了五六個月 然後我們要進去一拉客切 然後因為當時就因為比較年輕 就是說我只有五個人 我押個四個大卡車讓我們進去 那上人是有點擔心 然後過了兩個多禮拜之後呢 物資已經都上車了 一定要進去 那就跟上人報告 上人就祝福 我們就盡興 然後就是回來的時候 到了耶誠邊境的時候 趕快打電話給上人報平 那上人那一句話說 自從你進去啊 我就一直在擔心 就想到就說 哎呀當弟子怎麼那麼不孝 那就是沒有考慮到上人那一份擔心弟子的心 所以呢就一邊做邊學 然後一直到了這個在2011年 西里亞的戰爭發生以後 就是邊走邊學 其實在這個八年呢 我學到很多 其實這一次呢 帶了兩位本土的志工 要回來吸收我們的禁師華脈 雖然我們在那邊已經成立了22年 但是呢我們一直要求華 能夠把我們的禁師華脈呢 傳達到耶誠因為不同宗教的國家 其實禁師華脈 還有我們上人所教我們的 城鎮信舌 慈悲喜舌呢 在那邊是很需要的 我們也希望用我們的禁師華脈 能夠來淨化人性 祥和社會 希望那個中東地區呢 無災無難 只是點心 ,